救護車趕到現場 車輛沿路停在馬路上 煽起警示燈 因為前方車輛撞成一團 周五一下班就趕快出發 就怕隔天廉價首日會塞車 沒想到發生意外 郭道5號南向15.1公里處 雪碎口29號晚上10點多發生 8車追撞事故導致5個人受傷 有人頭部撕裂傷 腹部肢體疼痛 還好都意識清楚 經濟送一搶救 這連環狀甚至有車尾一鏡翹起 車頭更是全毀 安全氣囊爆開 轎車瞬間變成夾心餅乾 而這起事故 一度只能單向同行 將近40分鐘才排除狀況 廉價出油人潮相當多 走走停停 駕駛以最緩慢的速度前進 民眾想出去玩 到華東跨年迎接地道曙光 因此住宿幾乎滿房 很多人一大早就出門 蘇花改蘇澳南端車流 於今日早上上午 六時已經開始大量湧現 車流停等的尾端 目前自蘇澳新站前 約有三公里 預估中午過後 車潮才會逐漸舒緩 國一虎口也是不好走 塞個不停想避免有佩服 可以走替代道路 高工局提到國五頭城 往平林改走台九 國一國三新竹往返台南 則是建議改走台六十一 今天截至上午九點為止呢 國道全線的交通量 大概是25百萬車公里 那我們預估今天全日交通量 會來到116百萬車公里 民眾行駛在路上 要特別留意車況 尤其塞車得慢慢開 雖然卡在車潮中 但至少平平安安抵達目的地